它本身,它可以做輸出輸入 然後它這些接角 如果你寫那個C語言 或者用其他的程式來寫程式的話 用其他軟體來寫程式的話 它每一隻接角都可以自己定義 你可以要拿它來做輸入 你也可以拿它來做輸出 那如果你用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因為是比較簡單的版本 它叫S4A 那它會把接角定時 比如說它就會固定 就是10、11、12、13 它就是固定要做輸出用的 所以你就不能把它拿來當作輸入 這個不用抄 因為你在軟體上就看得到它的角位 好,那所以一般這D0到D13 D0到D13 這0跟1是電腦在跟它USB線 在跟它傳輸的時候在用的角位 所以我們這個兩個角就不用 然後再來呢 它的...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有小毛毛蟲 有的有這個符號 有的沒有 那有這個符號的代表 這個角位它是可以做功率的調整 就是我要輸出三層功力、八層功力、幾層功力 它是硬體上是可以做調整的 但是我如果用S4A的話 就不一定是這幾個角位 不過至少要硬體有提供軟體才能做設定 這是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然後它叫做PWM 所以如果你要詳細了解它的內容的話 你可以去上網Google一下 我們體驗班就沒有時間講這個 然後另外這邊有一個A0到A5 它是analog in 就是類比輸入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一般當作輸入 那你寫C源它也可以當輸出 那一般我們用法是當作輸入 所以它可以接感測器 接很多的感測器 那另外這邊大概就是供電的部分 供電的部分 那這裡是USB的插座 那這裡是另外供電的插座 那另外供電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你這個Arduino 你的程式燒入在裡面 那你要脫離電腦 直接插電就可以運作 那這時候就要插外面的電 然後第二種情況 就是如果你有接馬達之類 比較需要大電流的東西 那你的電腦的USB供電一定是不夠的 你就要補充外電 所以這兩種情況要送外電 送外面的電 它的電壓範圍蠻廣的 大概從4.8伏到10幾伏特都可以 它裡面自己會把它電壓 好 那這個是它大概的基本的狀況 那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因為它是裸板 就是它沒有外殼 沒有穿衣服叫裸板 那所以它的背面有很多的金屬接點 那你要小心 就是在使用上 你不要把它放在你的鐵桌子上面 如果你桌子是鐵的 或者是你桌上有一些金屬的東西 你不要直接跟它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的話 如果比如說這5伏特跟這個GMP 後面兩個接點 如果碰在一起就短路了 這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像這種電子產品就是帕克短路 因為它是裸裝的 它沒有包起來 這是唯一如果你要上課 要提醒學生的就是這些 好 那所以這些 你可以看到你有很多接腳可以用 那等一下我們S4A在操作的時候 上面直接會有接腳的定義 所以你完全不用背 完全不用背 好 再來呢 各位 你的 剛剛我們上面那一層板子 你可能是這一張 也可能是這一張 那這一張是第四代的 好 如果你是這一片的話 它是第四代 如果你是這一片的話 它是第五代 好 沒有說誰好誰壞 就是適用的場合不一樣這樣而已 好 那不管是這一張還是這一張 它都有一排比較長的接腳 這一排 跟這一排比較短的 這一排你可以從0到13 這個0到13呢 就是 就是這裡的0到13 好 就是這裡的0到13 好 那所以如果你用的是這一片的話 就是這裡的0到13 那它0到3在這邊 0到3然後4到13 第四版的是這樣 在這裡 然後第五版的是在這裡 0到13 那同樣的下面短的這一邊 有一個A0 A1 A2 A3 A4 A5 對不對 這個就是 跟這個是一樣的 A0 A1 A2 A3 A4 A5 好 然後跟你的主板 主板這裡的A0 A1 A2 A3 A4 A5 這是一樣的東西 好 它只是把接腳延伸到那個板子上 延伸到板子上面去而已 好 那可是呢 它多了兩排 好 剛剛這個D0到13呢 好 那個這裡有一個S S就代表訊號線 所以這一整排 都是訊號 所以如果要叫 比如說等一下插線 要叫你插在D D4 就是S4 訊號 就是Signal 的4 就是這一支 那它為什麼多這兩排呢 這多了這兩排呢 這個V就是5伏特 這一整排都是5伏特 都是共通的 那這個G呢 是接地 就是電池的 平平的那一端 就是負電的那一端 叫接地 這個V就是相當於正電 就是電池凸起來的那一端 所以這個有正電有負電 有正電有負電 它每一組 每一個訊號 它都給你一個正電一個負電 所以它做成這樣的差錯 方便讓你插模組用的 所以因為我們買那個感測器模組回來 它都是可能3P或4P 它就做好 直接可以插上去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 所以這個擴充板就是多了這些東西 讓你在擴充模組的時候 也很方便 那同樣的喔 如果你是輸入模組 這裡也有一個V 也是5伏特 這裡一個G也是接地 所以待會你只要認這些地方就好 那如果你用到第四版也是一樣 都有G、V、S S就是訊號線 V就是5伏特就是正電 G就是G、N、D就是接地 每一個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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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是擴充板的用者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有那個防呆的插座 就是如果是這種模組 這種模組的話 它會設計好這種防呆的插座 所以你的感測器 你可以買有防呆插座的 就不會插錯邊 有的人會把這個插相反 或者V插到GG、插到V 也會有 好 所以但是不要緊張 因為這個不用什麼電子知識 我們國小有學過正電、負電 基本上你就可以分辨了 好 這是這一塊板子 這一塊板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各位做一個動作 好 待會呢 我們這塊板子 這兩個要把它合體 先不要合體 先不要合體 我們直接 來請各位直接 把它送電 USB呢 先把它插上去 然後另外一頭就插到電腦上面 就直接把它插到電腦上 好 插上去之後呢 電腦呢 它自己會抓到它 那因為我們的驅動程式都已經上好了 所以你不用換任何驅動程式 好 接下來 所以你插上去之後 有亮燈之後 請各位把這個東西打開 你的桌面上有一個捷徑叫S4A 好 請你點兩下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大概過幾秒鐘 它會抓到這一塊板子 好 然後呢 這裡會數字會開始跳 好 請各位先坐到這邊 好 畫面旁給大家 沒有 謝謝 好